近日在有關政制發展的討論中 有人提及中英聯合聲明和普選的關係 以下是中英聯合聲明的相關條文 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 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主要官員由香港特平行政區行政長官提名 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上述基本方針和本聯合聲明附件一 對上述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將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之 並在50年內不變 以上是中英聯合聲明的有關規定 提出普選行政長官的是基本法 而不是中英聯合聲明 基本法第45條規定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平行政區的實際情況 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 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行政長官產生的具體辦法由附件一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規定 而基本法的附件一則進一步說明 2007年以後各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 雖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 行政長官同意 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 因此在政制發展問題上 中央有實質的決定權 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 具有不可撼動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 香港問題香港解決這個口號有違憲制 基本法明確規定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權力 只屬提名委員會 過去一年 中央和特區政府已經多次指出 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 上星期三政府宣布啟動有關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的第二輪公眾諮詢 我衷心希望社會人士能夠用好這兩個月的諮詢期 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和決定的框架內 堅守法治、理性、務實討論、凝聚共識 讓五百萬合資格的選民可以在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 過去幾個月的事件說明 香港社會絕不認同任何損害他人權利的表達方式 亦都決不姑息任何違法行為